三国演义和三国制的争论一直都不断 我觉得本来两本书就走得不一样 为什么偏偏要放在一起讨论呢 而更多人也愿意去调侃三国演义里面的剧情 那今天我们也聊聊跟里面相关的事情 话说在三国演义里面将诸葛亮神话 什么空城记、火烧上方古都是在正史之中不曾有的 后来在民间更是有着诸葛亮就是江子牙转世的传说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七行八卦无所不能 尤其是在诸葛亮死后还留下一言给江维 让四人台关往南走绳段下葬 如果台关之人七日之内回来就杀了他们 这让人觉得很困惑呢 诸葛亮是很聪明 那这一聪明做法又是为啥呢 要知道古代的绳索跟我们现代的可不一样 那都是一些粗糙的大绳索 绝对不是现在这种说断就断的 那为什么诸葛亮还要他们往南走 绳断了才能下葬呢 原来诸葛亮早就清楚台关人的心理 也深知自己死后不可能会有那么真心的士兵 将他抬到远离的西蜀安葬 而自己也必定是定葬于定军山的 那些台关人在途中必定会出幺蛾子 就告诉他们绳断下葬 第一天台关人都狠守规矩 安安心心的走了一天 但是第二天就开始有小心思了 但是都没有明说 到了第三天 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 毕竟这么粗的绳索不可能一下子就断了的 而诸葛亮之所以放出这样的消息 也是因为古代盗墓贼极多 向诸葛亮一国宰相 不说生前得罪了多少人 死后陪葬的金银财宝自是很多 而诸葛亮也早就料到了这些 所以才让姜维找人台关省断下葬 并且七日之内回来 台关者还会被杀死 这样的话盗墓贼自然也是没有办法找到他的目的的